人世间最绝望的事情 莫够于在一场注定失败的循环中平静全力 宇航员在太空中沉睡百年 醒来后发现人类早已灭绝 通返地球探索真相 但所到之处只剩绝望 无法生存的极端环境 漠视催生的变异猛兽 唯一性质便是在这荒凉之地中发现的神秘提灯 它能带领主角穿越时空 探寻人类消失的真相 然而越是深入 那真相却越发令人崩溃 在这上一时间的较量中 我们能否揭开历史的迷雾 感谢人类的命运 火龙啊 一起来看今天的游戏故事 我们的男主是一名宇航员 此刻正在空间站外进行维修作业 突如其来的异象打破了宁静 远处的地球被一道刺眼的白光所吞噬 接着多地开始出现黑色的风暴 空间站与地面的信号顷刻中断 按着整颗星球沉入一片混沌 长官立刻带领着船员们返回地球寻找答案 却唯独留下了男主一人 肩负着维持空间站运行的使命 为了节省资源 他被引导至冷冻舱内进入沉睡 等待着未来的召唤 然而他并没有等到队员们的归来 当男主再次醒来后 空间站内依旧空无一人 而将自己唤醒的站内人工智能L9 则继续播报了一个更加崩溃的消息 L9 How long do they sleep? 36,524 days 自己竟然已经沉睡了100年 男主望向地球 直见那曾经蔚蓝的星球 此刻已变得一片死寂 他试图与地面取得联系 然而所有尝试依旧无果 此时人类文明是否存在都是个未知数 就算还存在 自己的妻女也不可能熬过这漫长的100年 无尽的孤独与绝望 让主角放弃了活下去的信念 可却在这时 L9却以极其温柔的腔调劝说道 激将法虽然无耻 但是有用了 被L9这么一夸 主角也点燃了寻找真相的火种 或许在那荒凉的地球上 还能够找到人类生存的线索 于是主角决定带上L9一同出发 踏上一场未知而孤独的探寻之旅 飞船迫降在城郊的农场 漫步在被末日风暴洗礼过的地球上 当前的空气污染严重 早已不适合人类居住 荒凉的农田庄家哭死 破败的小屋见证了毁灭的立场 主角焦急地寻找着生机 然而回馈他的 除了死记 还是一片死记 不过很快 L9便侦测到了 方圆千里内唯一的活体人类信号 主角仅随着这个信号 来到一处纪念广场 然而映入眼帘的 也只剩下一片破败的景象 主角在废墟间 发现了一盏怪异的提灯 打开后 时间仿佛被倒流 周围的景象 竟变成了末日前的繁华与生机 甚至还能碰见曾经的人类 我去 不难看出 这提灯竟拥有穿越时空的神奇力量 但能量有限 穿是能穿 但只能穿一点点 很快 主角便重新回到了当前的时间线上 与此同时 一只巨大的黑子 从身后窜了出来 难道他就是刚刚的活人信号 还没来得及细想 那黑怪已经扑了上来 主角迅速点亮提灯 才成功躲避了追击 冷静下来后 主角决定还是先回到家里 寻找妻女的踪迹 即便那希望 已经非常渺茫 于是 主角踏上了回家的路 但因为地球长时间的荒废 走的人少了 便也没了路 所以主角手中的提灯 就成为了重新创造回家之路的关键 当越荒废的地铁隧道 灵活切换时空 既要避免废墟的障碍和变异大老鼠 还有提防在过去行驶的列车 一路走 一路看 沿途的景象 也让主角深刻体会到了 末日降临时人类的无力感 曾经发达的地铁网络 成为了毛子传统的末日避难所 不满欢声笑语的公园 如今也沦为了遇难者们的纪念地 而住满居民的走廊 更是变成了巨型昆虫的巢穴 主角在这一片变革中穿越 感受着时间的无情推移 人类文明的繁华 曾经的辉煌 如今都淹没在了毁灭的余音中 为了加速回家的脚步 主角步走寻常路 横跨草坪翻越屋顶 然而 意外的是 他在一处天台 透过手中的提灯 竟发现了一个在过去 准备轻声的诗意作家 这名作者是全球最畅销书的缔造者 当初在那部小说发表的前夕 气寒交迫的他 便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由得让人唏嘘 讲到这里 主角看了一眼手中的提灯 既然自己能穿越回过去 那何不尝试拯救一下 这位可怜的作家呢 一旁书店仓库的废墟里 正好就有当年作者出版的那部小说 拿二小说通过提灯穿越过去 将作家的未来告知他后 作家果然不在阴谋 甚至还有点小亢奋 立刻返回办公室 继续奋笔急疏起来 恋似的奇遇层出不穷 在医院 主角需要获取打开大门的钥匙 而这把钥匙正被一楼的保安探守着 直接硬床 就可能早与老六投机 于是主角灵机一动 他采下一朵花放在值班护士的桌上 误导护士以为这是保安的诗爱 在这二人进屋深入交流时 就能拿到钥匙解锁大门了 而当我们回到当前的时间线后 还能看见这对恋人至死不渝的浪漫 在银行地下 一堆巨大的废墟阻挡了去路 主角穿越时空 释放出被束缚住的一拳超人 之后 与保安哥一起配合放倒正在抢劫的劫匪们 成功借走他们的炸药 炸开废墟 便能开启通往目的地的道路 主角逐渐发现 自己竟然可以利用穿越时空的能力 改变一些人的命运 如果个人的宿命可以被改变的话 那自己能否凭借这个能力 改写全体人类的命运呢 思想是丰满的 但现实却很骨感 但主角终于离家不远时 那只令人心悸的黑怪再次出现 手中的提灯也恰巧在此刻失灵 没有了最后的庇护 主角只能凭借着本能不断向上奔跑 试图摆脱黑怪的追击 就在黑怪即将追上的紧急关头 看我家门的瞬间 提灯突然重新发挥了作用 带着主角穿越到了过去 然而主角却发现自己回到的家中 并没有日思夜想的妻子和女儿 就一个小男孩在地上孤独的玩着玩具 主角诧异的发现 这个男孩竟然是如此熟悉 这不就是小时候的自己吗 原来主角成为宇航员的契机 是在儿时 一位神秘的宇航员突然出现在家中 从此便激发了他的宇宙探索的渴望 然而此时主角才明白 那个让他迷上太空的宇航员 竟然是穿越回来的自己 他早就陷入了一场无法逃脱的时间循环中 而且现在的人类已经不复存在 说明上一个轮回的自己 也未能成功改变历史 这令主角深陷无尽的绝望之中 可就在这时 人工智能L9却突然指出 在不远处的军事基地内 有一台记录地震的黑匣子 如果拿着他穿越到过去的形势 人们说不定就能改写历史 这句话让主角重新振作了起来 仔细思考后 他认为之前的失败 只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到完美 这一次他决定不顾一切 哪怕是赌上自己的性命 也要尝试改变那不可逆转的时间线 主角继续踏上旅途 他路过曾经辉煌的植物园 与动物园的残骸 过去 这里是人类精心呵护的美丽场所 植物在人类的关爱下灿烂绽放 动物园内也栖息着各种生灵 然而 末日之后 那些脆弱的植物 却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 它们在人类消失的百年间茁壮成长 成为这片废墟中最为繁茂的存在 而在动物园的残垣断壁中 或许它们会成为这颗星球上新的主宰 随着旅途的深入 主角甚至发现了人类建造的地下城 第三 新莫斯科士 原来人们早就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有所防备 他们修建地下城 试图躲避灾难的侵袭 然而 即便是这样巨大的城市 如今也沦为了一片寂寥 人类或许在极端的风暴中幸存了下来 却没能躲过地震的破坏 主角站在这座空荡荡的地下城中 它终于意识到人类的渺小和大自然的无穷力量 地球的每一次呼吸 每一次脉动 都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终结 就好比这片废墟 能留下的 也只有人类曾自以为能够左右自然的傲慢 与现实的无力 一路艰辛 主角终于站到了军事基地的门前 这座曾经坚无可摧的堡垒 如今却显得如此脆弱 但或许是因为频繁使用提灯的缘故 周围的时空开始出现不稳定的波动 主角甚至能看到来自过去的士兵 在两个世代直接徘徊 照不留神就有可能被他们当作入侵者 当场击毙 主角必须依靠自己的聪慧 穿越两条时间线将寿兵们引开 才能进入到军事基地的内部 然而 这里的情况远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 错综复杂的黑根 如同活物般在基地内部蔓延 他们扭曲的形态 与之前追逐他的黑怪 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除此之外 基地内时间波动的现象也变得更加强烈 开始让人难以分清 自己究竟处在哪条时间线内 这台机器正是造成时空波动的罪魁祸首 自己手中的提灯 大概率也是这台机器的产物 而他的创造者莫罗佐夫 同时也是L9的缔造者 如果能将黑匣子交给他 那么人类的未来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难道服务器机房常常取出黑匣子 可就在主角即将完成他的使命时 黑怪再次出现 原来他的目标一直都是主角手中的提灯 在激烈的抢夺中 提灯与时间机器发生巨大的反应 把黑怪与主角一同卷入了时空漩涡 在漩涡的尽头 主角来到了世界毁灭前的最后一刻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妻女 但这一切已经太迟了 波尔风暴如期而至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无情的吞噬 紧接着主角就再次被卷入了漩涡 I...I failed I failed to save you But...but it's only for now I won't stop Never I won't abandon you I will return No matter the cost I will walk this crazy path A thousand times more But I will save you I will not stop As long as I still have This great perhaps 画面一转 时间回到了主角乘坐飞船驶入地球的那一刻 黑怪 这个曾经的敌人 现在却以主角的身份和AI的声音囊囊自语道 原来 时空漩涡让主角与L9发生融合变成了黑怪 亲眼目睹了妻女的死亡 那份执念成为了她作为黑怪存在的唯一动力 因此 黑怪才会一直追击主角试图夺回提灯 这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西西福斯式的悲剧 主角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 无论她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现有的一切 时间的把戏总是让人琢磨不透 而主角的旅程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 但即使如此 她的故事 她的勇气和坚持 将永远在宇宙的记忆中闪耀 人类的勇气会让她想方设法 不断挑战去触碰到那个伟大的可能 卧龙啊 如果你的剧情有人读到的见解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哦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可以给我个一键三连 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